好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武林峰走进埃尔兰的比赛 我们在读过林为您带来的比赛 现在红蓝双方是来自中国的允齐 是蓝帮 而红帮是来自埃尔兰的安迪扬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 57公斤级的自由国际的比赛 我是评论员王彦博 好 双方一上来以后的这种对攻啊 这个安迪扬打得比较凶猛 特别是在整个主场优势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得出允齐相对来说 包括整个的报价 包括整个的态势都比较紧张 而对方相对来说比较松弛 而且比较凶狠 希望可以能在自己的家乡 能给自己带来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整个安迪扬一上来的 整个气势要压制着允齐 特别是自己有这种12战的经验 而允齐只有4战 也是第一次跟随我们的武林峰团队来到国外 但是双方随着这个整个上来的气势过去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双方已经慢慢地进入一个对峙的期间了 好 允齐的后手的上钩 双方在这个拳法上都不是特别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允齐啊 时不时地会出现这种顶膝 我们就知道这个顶膝在这个对于自由搏击的选招 对方马上还了一个飞膝 这个膝法在自由搏击的选手 那个掌握呢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整个的膝法呢它比较短 另外这个起步的路线是从下往上比较直啊 允齐一个高位的边腿 踢到对方脑袋上 允齐的这种打法属于这种大开大合的这种打法 右手和左腿的这种相互摇摆型的进攻 我们再回来说一下我们的吸法 这个吸法在整个运用中呢 因为你的上半身几乎是竖直的面对对方的 所以其实是把自己暴露在对方 漂亮 就像这样 自己的脸抬右腿然后出左吸 对方用了一个小发招自己的左腿一虚眼 允齐小马又一闪直接被勾倒了 看来这个选手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但是双方从年龄上看呢对方是27岁 而允齐是19岁 双方差8岁的年龄可能在中后段的时候 允齐的体能处备会更好一些 左侧摇闪以后的左侧上钩 允齐的这个打法呢比较多样 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 但是在整个的这个力度上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他的拳腿有重击 只是他的吸法给我的感觉还是挺清新 在对方进攻的时候后手迎击的对方头部 好 我们看又有这种跳膝 这种跳膝其实对选手这个时机的把控啊 是非常要求极高的 因为在吸法出腿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保证他的两个防御手是打开的 这样才能从下往上给我们造成一个通路 好 现在带来了第二回合的比赛 双方一上来啊 这个安地洋是想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局点 但是如果这样的强攻呢 很容易让允齐找到这种机会反击 特别对方的这种打法 也是趋近于这种比较外开的这种打法 自己的这种动作相对来说 属于我们看连续的几次低位的击斧 然后允齐把手拿下来以后马上击头 对方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双方在拳法上的对拼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安地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特别是在拳法的细腻性上 以及这种整个的拳法的立体上 安地洋还是有优势 我们看一下允齐因为已经在第一回合出现了两个跳膝 我们还是寄希望于他这种突发的跳膝 我们看允齐在击打的时候 漂亮 直接被堵秒了 那在第二回合允齐应该有非常大的优势了 那在第二回合的局点上 刚才的这个跳膝非常冷 特别是这种类似于跆拳道双飞的这样的双跳膝 很难让对方防御 因为它是两个膝盖 第一个腿跳起来的时候 可能你的注意力会集成在另一个腿上 而第二腿就直接上了 我们可以看到允齐在自从拿到这次跳膝以后 整个的这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变好了 整个的这种动作也开始慢慢地松弛下了 而且连续性也开始变强 不过依然不能小觑这位来自爱尔兰的这位选手 因为这位选手从第一回说 又一次 我们可以看到允齐的这种跳膝 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可看到的 就是这种孤静的膝法 是直接把自己的身体像挡弓一样送出去 这个对时机的控制和把握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相对来说 对方的那种膝法跟允齐的发力就不太一样 对方是直接跳起来用前腿去攻 而允齐是前腿跳起用后腿去攻 这样会有给自己一个钟摆一样的这种甩带的力量 会能更加增加这种吸法的连续性 而且对方的这种像安利扬的这种吸法 是斜前方的这种攻击 而允齐基本上是斜上方 当然了这种吸法也承担着比较大的风险 如果自己在跳膝的时候被对方迎击 是很容易失去平衡被击倒的 特别是人一般在跳起的时候 下巴会向上 那这样的话给对方一个开力的夹角 是很容易被击倒或者中击的 特别是面对这种拳法比较好的选手 他这个攻击点 着力点 对这个下巴的这种感觉呢 也是非常危险 漂亮 我们看到对方只是轻轻的一个前手的刺拳 允齐就被击倒了 好 我们进入了最后一个回合 那双方进入最后一个回合以后呢 我相信在这个平衡储备上引起应该是不错 但是对方看起来斗智更加凶猛 因为知道自己被击倒了一次 在分数上已经不占优势了 所以在第三回合希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这样的进攻 来为自己博得更多的优势 双方其实都是一个外线型的选手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弧线型拳法和腿法中 这个主要的选择 双方的直拳基本上都是在为自己的重击铺垫 所以到目前为止 双方的这个报价相对来说比较外开 也为允齐的这种双飞吸法啊 也创造了一定的机会 对方的这个选手啊 尼扬这个选手 在这个整个的拳法的细腻度上 我个人认为是比允齐要强的 但是在整个的实际把控 以及对这个实际的这种 对自己的自信 我觉得允齐还是有这种 出声精度不怕虎的这种状态 特别是几次飞吸的 刚才一拳对方直接列强 特别是飞吸的这种实际 对自己的自信啊 这个不是一般的选手可以做到的 我们更加希望在允齐的第三回合 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一些表现 特别是现在双方在进入对攻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允齐和对方的这种打法 比较相似 都是以这种外线的弧线型打法 接自己的这种拧转腰部以后的 这种弧线型腿法为主的 两次击斧又击头 对方的这个战术已经奏效了一次了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对方在第三回合的态势 就是一直在不停地给允齐施加压力 无论我可不可以打得到你 这个会在我们在判分中呢 会给裁判一个很好的印象分 可能在第三回合为自己挽回一些优势 但是如果在第三回合 他没有压倒性的这种压制 或者有重击能将允齐击倒或者读面 那就很难在第三回合挽回自己的颓势 我们可以看允齐在整个在第一回合和第二回合 这种自己的双跳膝啊 我觉得给允齐在一些时日 他可能会成为我们武林峰擂台上的跳膝王 双方在这个进攻的时候呢 这种连续的打击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像教科书似的双方都会有这种拳法 然后腿法的重击 以腿法为总结性的重击 下面先布比赛结果 双方的双方的双方 双方的双方 我叫方军 云齐